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炒面饭来了 谢谢 谢谢 我真的有点饿 我是点到两盘有点太夸张 但是一般学生来 我说真的 光是这个分量 一个男生其实就超够的 对 女生来讲 我觉得一盘基本上可以分两个 因为我们是用一个深盘 对 所以吃起来更多 我真的没有吃过炒面饭 我现在吃这个 这个我点的是海鲜的 你看我只是随便捞而已 就先捞到虾子了 真材实料 我没有想到饭跟面放在一起这么搭 因为它本身除了有饭粒的香气之外 我觉得重点是老板好细心 因为你想说饭跟店 面应该是长条形的 跟饭粒这样吃起来 其实口感会不一致 没有 老板的面条是简单一小段一小段 所以让你咬在嘴巴 饭粒是粒粒分明的 它的香气带 这面条放在里面 就有点像是起司一样 会让你在咀嚼后人当中 多了那个滑滑嫩嫩的口感 所以吃起来口感很特别 它有饭的香气 但是面竟然在这里面 完全不会违和 整个好香喔 因为当时做这个 面跟饭在一起的时候是 我在日本学拉面 在我时工那边学拉面 我虽然第三代也就想说 试试看说 把面跟饭放在一起 会怎样 刚好在日本电视台 也有一个这样的报道 那我们就想要慢慢玩玩看 我必须说它真的好香 你不要在讲话过人当中 你吃完一口之后 炒饭真的好香好香 在嘴巴里面 会让你想要再吃第二口 这又是另外一种口感 对 这个有点淡淡的辣味 好香喔 两个香气完全不一样 我们同学他们一开始就是 因为这是比较新的东西 他们就会先从原味开始吃 原味开始吃对不对 对 他们就把它吃一轮之后 他们就会开始轮着吃这样子 因为你会觉得说 基底都是炒饭跟炒面吗 对 基底 感觉味道应该都会类似类似 但是你炒出来的风格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海鲜的鲜气 这个就是牛肉该有的香味 跟咖喱的香气 既然综合它一起这么棒 你这牛肉有特别选过什么牛肉吗 培根牛 培根牛 对的 因为我们不喜欢另外在腌制东西 所以直接用培根牛下去 就是过个油再炒就可以了 所以你知道吗 它那个培根牛 刚刚在咬的过程当中 它边边有一些那种焦焦的口感 会让你越嚼越香 就是培根牛该有的那个香味 有点点油脂 还有一点水分在这里面 然后咖喱也搭得刚好 你会发现它真的没有结块 就是非常非常均匀的 所以你的炒功真的很了得 我刚刚在那边点菜就很厉害 没有 敲敲打打的 我们最复杂的是饭 我们饭是在家里面煮的 是用大同电锅 跟一般做营业用的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就用大同电锅 然后一次煮很多 然后再把它吹冷 吹冷之后再把它冰起来 冰了大概两三天左右 冰两三天 对 然后再拿出来 它就有点像松米的感觉 所以我炒下去之后 像细它会再吸进去 对 所以它是分开来 扁面的话 因为我们在日本也是用 本来一开始是用拉面 我们自己切拉面来 用拉面 对 但是如果太复杂了 所以回到台湾来 我们就找 类似像式的东西 然后扁面 那大家也比较多接受 那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健康 对 因为你会发现 老板真的很多东西都非常信心 不管是所有天家务 其实你都没有家务 对 就希望所有来这边吃的人 都可以吃得健康 就像照顾学生一样 照顾自己的小孩一样 不要吃太多加工的东西 就是真的做了十一年 就只有原味了 然后就开始加了茄汁 咖喱 还有香肠炒面 鸡肉炒面饭 好多种 都同学建议 有没有学生毕业之后 还是怀念你的味道 尝不尝来 很多 已经带小孩回来 他们毕业有时候 还怕学士到过来 拍照 对 过一共拍照 好特别 很多都变朋友 把每位顾客 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 用心料理 诚心款待 难怪会是学生们的最爱 每份都是百元有找 超有人情味的炒面饭 等你来品尝咯